新竹市東區這一棟高級的社區大樓 在昨天凌晨是發生了一起火警意外 三百五十一名的住戶是成功的被救出來 不過整體火警也造成了兩名的消防員殉職 還原整體的火警 住戶被救出來的當下 有的有出現身體不舒服的情況 是緊急被送往醫院 但是他們還原火警發生的一個當下 其實不只是梯間濃煙密布 甚至住家裡頭也是有煙的一個情況 那麼當時指揮的分隊長也立刻是拍影片 要住戶們先待在家裡 帶您看一段當時情況 如果你打開門有煙 先把門關起來不要做逃生 等候消防員去待你才做逃生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分隊長 當時是立刻的是要大家住戶 先不要這麼的慌 也因此請他們先待在家裡面 等待救援 因為其實現場火警的發生 當下不只農煙蜜目現場 是一度是出現了非常多的交友 也因此住戶被救出來的當下 其實全身上下都是這個黑黑的交友 但是管委會這邊也在稍早的時候 出面來說明關於消防設備的狀況 帶您一起來聽 謙言說是因為我們四月份的關係 那其實四月份來講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消防局的一個例行性的抽檢 那這個例行性抽檢 主要是跟我們社區 還有我們這邊的那個機電設備廠商 在時間上沒有辦法配合 所以說沒有完成這一次 那但是呢 以我們社區而言的話 基本上來講是排定六到八月 來進行消防的檢測 因為以消防檢測來講的話 是一年一度 那以去年來講的話 去年就是七月到八月之間 我們社區完成了消防檢測 零缺失 那以政府的規定 也是在九月底之前完成消防檢測 就是ok的 目前初步瞭解 起火點就是在B1的這個T間裡面的 一個電纜線起火 也因此呢 導致整棟樓都發生有濃煙密閉的一個情況 早上呢 火雕人員也前往這個社區裡面 進行這個勘驗 要來釐清 證券整起火原因到底是為何